另外來看到好消息 臺股今天震上萬八 還創下了新高 這個是以一萬八千一百九十六點 作收 大漲了一百四十七點 那麼除了股市之外 十一月的景氣燈號也連時紅 主機處上修二零二一年 經濟成長率上看百分之六點零九 只不過在各項經濟數據 都走高的情況下 還是有不少人對經濟成長 沒有感覺 臺股二十八號 受到半導體類股大漲 全脂股全面強勢助陣 以一萬八千零九十九點開出 隨後一路開高走高 中場來到一萬八千一百九十六點八一點 大漲一百四十七點八七點 再度創下新高 除了股市之外 十一月景氣燈號也連時紅 主機數更上修 二零二一年GDP到百分之六點零九 台灣經濟數據上一片看好 但只有民調顯示 只有兩成六的民眾 覺得二零二一年 整體經濟變好 有三成七的民眾無感 甚至有三成民眾 覺得經濟變壞了 你覺得今年經濟比幾年更好 我就想更好 這個經濟方面是慢慢起步的吧 對不對 所以只要我們政府政策正對的話 對我們國家未來的經濟一定是越來越好 除了對數字有疑慮 新北市土城區二十七號上午 無預警大規模停電 雖然臺電被學問後通知五分鐘內 復電八成以上 但鴻海土城廠區就受到跳電影響 啟動緊急電源備用 讓人想起創辦人郭台銘的這句話 明年是一定缺電 既然大家就做了一個決定 那大家對位缺電 將來就不要埋怨 缺電跟跳電是兩件事 難免我們事先的維護 沒辦法做到完全的預防 所以我們是盡量去做 讓事故的發生的機率降低 台灣經濟情況樂觀 但民眾的隱憂要是還存在 恐怕始終很難做到全民有感 華西新文字黃瑞琳特報道